你们见过这种彩虹贝壳音乐盒吗 既然有人在里面找到迷你魔法棒 泡水就能变大一百倍 那这大念咒语还可以召唤流星鱼 彩虹贝壳音乐盒里面藏着迷你魔法棒 泡水变大后能召唤流星鱼 走 赶紧去小麦布 嘿嘿 刚好剩三个 归我咯 幸亏去得找 不然音乐盒的影子都没啦 这些贝壳音乐盒好好看啊 热情洋溢的感觉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打开看看 这怎么打不开啊 我先研究一下 你们先做个小测试 只要点击这两个地方 小星星就会变成小太阳 疯狂点击屏幕 就会看到超多的太阳花 我也来试试 点个爱心 哇 真的变成小太阳了 在疯狂的点击屏幕 咦 这个怎么没有出现太阳花呀 你们成功了吗 OKK 我知道怎么打开了 你听 他会唱歌呢 咦 里面有一个芭蕾舞者 哇塞 好窈窕啊 棒在上面还会跳舞呢 好优雅 难怪妈妈让我学芭蕾 不过没有找到迷你魔法棒 那就先欣赏一下舞蹈吧 没关系 我还有两个 你们说要先开哪一个呢 我喜欢这个 芝麻开门 哇 好多珍珠哦 全是彩色的 就是没有迷你魔法棒 只剩最后的希望了 小伙伴们吃我好运吧 慢慢打开 好多彩色毛球啊 让我来找找看 咦 这是什么 哇 是迷你魔法棒 只有我的指甲盖那么大 真的好小啊 赶紧把它泡起来 能不能看到流星雨 就靠它了 快点变大快点变大吧 嗯 芝芝又在怕什么 嗯 诶 魔法棒 小高 你在干嘛 这是我的魔法棒 哇 真的跑大了 走走走 带你去看流星雨 哪里来的流星雨啊 沙罗沙罗 流星雨出来吧 怎么下雨了 快躲起来 别 我要再试一次 沙罗沙罗 流星雨出来吧 哇 成风了 成风了 流星雨出来啦 小伙伴快对着流星雨许愿啊 喵耶 小伙伴快乐 小伙伴快乐 小伙伴快乐